嗨BB们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娃妹小溪 最近我因为吹尖美色 陈你一款游戏不能自拔 里面有冷言禁忌系白皮小生 单横高马尾白毛勒志帅哥 锦园大将军 手带黑皮手套 金发忧郁心美男 罗刹 还有一个超级无敌邪魅 风批西洋美人 任 主打着好东西要和姐妹们分享的原则 今天和大家安利一款 爱由星座崩坏星球铁道 游戏设定这个世界有很多神 其中专门搞破坏的神叫做纳梅克 他喜欢到处扔一颗叫做星河的小球 球扔到哪 哪里就找怪物 只要么危险的东西 主角一出场 身体里就被塞了一颗 直接陷入了昏迷 这个时候一号美少年出场了 为了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主角登上了星际列车 和列车上的三月期 单红组成了探险小分队 三月期呢 也是一个问题儿童 之前不知道被谁封印在冰里 进来后什么记忆都没了 就连她的名字 也只是为了纪念被救的日子 这个妹妹不仅可爱 直率 还金句评出 旅行的第一站是亚历罗6号 受星河青石是流寸一座上下层互不相通的城市 贝洛伯格 这里印象最深的是希尔和布洛尼亚的感情 希尔在下层区的平民窟场打破了火下去外 她还梦想着有一天能够重回地面 而布洛尼亚呢 生活在上层区 作为城市的守护者继承人 一直接受的都是精英教育 甚至连脏话都不会说 你到底说了啥醋笔之语 我这就代表著成者的意志 把枪戳进你的鼻孔 两个毫无交集的人 因为共同危机走到了一起 俩人从一开始的拌嘴 不不信任 到后面开始交心 甚至穿越重重困境来到决战之地 希尔说的话都是在关心布洛尼亚 记得我说过的话吗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 我一定会来救你的 实际上的反派 是这座城市的守护者 可可利亚 和布洛尼亚谈判失败后 可可利亚直接展开了战斗 力人直指天空 巨型机器人破土而出 配合碧绢出场 漫天雪花悬浮空中 机器人红光炸现 这就是他的力量 虽然是反派 但是这CG真的美爆了 城市的所有苦难 都是由他们所崇拜的当权者造成的 大反派云落后 为了让老百姓有生存下去的希望 布洛尼亚编制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告诉大家 可可利亚是大英雄 是他牺牲了自己 拯救了这个国家 所谓的正义 背后往往并不是真相 最后 在地下长大 从未见过天空的小孩 终于感受到了地面的阳光 后面 希尔和布洛尼亚 为了重建工作 争辩的时候 你现在怎么就挨往我脸上甩这种词 算了 这事你别管了 看来还得我自己下去 不要一起用石 希尔 我不会放你 这个样子 真的很像心恨夫妇在拌嘴 离开了冰雪红国 里程的第二盏 来到了仙州罗福 一听名字 就知道米哈游 又来中式整活了 青色手足 金玉发簪 腰间系金锁挂剑 外带米色流苏挂坠 古风美女 悦然之上 脚边这个玩意儿 你以为是个武师吗 实际上 却是一只喜悟歌吻 米还有真的不考虑出个周边吗 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的中式符号 仙州决策机构叫泰卜斯 决策用的电脑叫玉兆 建筑风格更是浓浓的中国风 红砖绿瓦 人龙怪化 陶瓷收纳 返黄卷州 进入这里 就好像来到了蓬莱仙境 在看似处处华丽的仙州这里 剧情想要展示的 却是长生与死亡的冲突 在仙州上 人人都可以轻易活上千年 长生不老 对于凡人来说是极致的诱惑 但殊不知仙州人 却遭受着长生带来的诅咒 如果他们出生时身体是残疾的 那么在接下来漫长的岁月里 都要承受这种残缺 如果出生时比较幸运 身体是健全的 他们的人性和理智 会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消失 丹横的绅士背景 在这里也会揭晓 它是被放逐的龙族 驰名龙尊 尹悦君 驰名龙尊 尹悦君 龙化的弹痕 完美的扯阵我的差评 好想好想 一直摸他的龙脚 驰名将军在这里戏份也很足 让我狠狠地过了一把眼影 除了主线 游戏的支线剧情也很有趣 黑塔空间站里 小奇暗恋上了小丽 她骨子勇气向小丽表白 却迟迟没有收到回复 那小丽究竟是答应了 还是拒绝了呢 实际上小丽是答应了的 那为什么小奇却没有收到回复呢 因为在小丽出差研究的地方 发生了心体震动 这就导致了小丽那边的时间流速 和小奇这边的是不一样的 简单来说 就是小丽那边只过去了一个月 但小奇这边却过去了几十年 他们的爱情注定是没有结局的 小奇的导师怕耽误了她的前程 就偷偷拦截了小丽的回复 当主角告知小奇真相后 她说 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等一个人 忍受无尽的思念和孤独 哥们儿 你不会真以为我那么天真吧 哼 我当然不会等她的 我不会等的 当我们正要为小奇 措施了一份爱情而叹息的时候 没想到她继续说 哼 我是不会等 但 我要去追她 我要去 追赶时间 既然她的时间曲线 已经成了一座大峡谷 那与其怕让她出来 以我去发运这座大峡谷 不就行了吗 说完 小奇就毅然离开了空间站 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了 没想到 NPC也这么有性格呀 除了精彩剧情 游戏的BGM也非常值得一提 比如卡夫卡帅气登场的时候 BGM用的是卡农 配合华丽的战斗CG 感觉是有在向Ella致敬啊 当主角团第一次踏上新城列车的时候 随着镜头的拉远 歌声响起 画面感十足 虽然只有一分钟 但是超级好听 来到亚利洛6号的时候 背景音乐就切换到了 悠扬的小提琴独奏 加上萧萧的风雪声 那种极寒边境的末日氛围 一下子就烘托出来了 再到了仙州罗浮 BGM就切换到了 古真和香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乐器 配合重鸣鸟鸟鸣 仙境的感觉 油然而生啊 游戏的CV也是大咖云集 这里且介绍下部分配音大胆们 3月7中沛诺亚配过原神迪奥娜 我的出场费可是很贵的 桑博中沛刘盛伯 配过间谍国家家劳埃德夫姐 但就算是被誉为维斯达利斯第一间谍的我 也不可能假扮成小孩 日沛评传大夫配过鬼变的野梦 罗沙中沛赵露配过原神神里灵人 但说到底也就是个普通人 恋语制作人林霄 光与夜之恋 齐四里 卡夫卡中沛 徐慧 配过间谍国家家北基 银朗东沛 黑安瑟 配过灰叶大小姐 藤原鲜花 天然说 汉堡肉趁热吃 会有香香味肉汁从里面流出来 笨 还有一点小私信 再给大家介绍下 我两个老公的配音老师们 景源 中沛是孙爷老师 影视剧相关作品有 步步惊心十三阿哥 花仙古的沙千末 还有由王鹤蒂饰演的道明寺 也是由孙老师配音的 日配是小野大夫 配过团长 艾尔文·史密斯 周太郎 还有奇目男熊的燃堂里 接下来就是我新出的老公 燃 虽然我还在为他 能尽早来到我的身边而努力 中沛是刘雨嘉老师 作品有崩坏三 灰蛇 日配三目真一郎 配过鬼灭探知让他爹 头根子低的藤原拓海 宝可梦小四郎 罗列了下游戏的CV大赞人 玩这个游戏就感觉 拥有了全世界呀 总的来说 星空铁道有丰富的剧情 在这个没有什么爆款 暑假档的假期里 可以当作三句来耍一下 作为一款回合制的角色扮演游戏 对手残档也很友好 但是 亲客哦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娃娃娃妹 娃娃在这里 等你哦 欢迎订阅